许多华裔从政都是从先选竞选学区委员开始之后再换跑道 Los Gatos Saratoga高中校学区的学区委员张琛是个例外 他在学区服务了24年 今年任期届满还是坚守岗位 再度参选统一职位 王热泉报道 张琛在Los Gatos Saratoga高中学区已经服务20年 之前则是在Saratoga联合选区担任4年学区委员 共有24年的学区委员经历 今年任期届满 由于学区委员没有任期制 张琛决定继续留在这块地根云 事实上很多人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跟上一层楼 事实上这层楼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一层楼 因为我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 而且是社会真正的基础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位置 张琛的专业是会计师 会计背景让他能够替学区预算把关 此外张琛每年在Saratoga举办农历新年活动 让主流社会更了解中华文化 尤其现在中国崛起 有许多人对华人的负面报道 他更期许自己作为中美文化的桥梁 我觉得我们华人常常是被一杆子包括在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华人不能够就是在主流社会里面积极参与 那而且是以正面的形象得到别人的认同 我觉得对我们以后的这个发展会是 就是说就是并不好 张琛表示越来越多华人参与地方政治 他希望这些华裔民选官员 不要忘了自己当初参政的初心 有了权力地位而谋私利 当年我们华裔人数很少 所以有时候说我选人就看这个华裔的名字 Last name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要选好的候选人 这一点我希望要提醒大家 JD提的是许多学区委员是无几职 顶多就是一个月200块钱的车马费补助 几乎是形同当义工 26台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 D提的是许多的 D提的是许多的 D提的是许多的